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身攻击第八集 都说虎父无犬子,我从锦衣卫训练营出来后 所有的都对我抱以厚望 他们以为以我爹权势和圣上对陆家的台爱 苦熬几年我也必将坐上锦衣卫指挥使的位置 可是,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巡查击捕的锦衣卫校尉 而是成了亲军护卫里一个小小的护卫 不用满天下的窃听情报 缉拿犯人,我只要在天子出行时 撑好手上的散盖,翻撞 整理好仪容墨丢了天界脸面,就可以 这在宫里几乎是一个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植物 没有油水也没有升职的机会 尤其是圣上搬到西院后一心修到炼丹 更是不愿出行狩猎 亲军护卫更是被轻视 连太监都能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 每日除了在宫中巡视站岗,几乎无事可做 所以我自请进亲军护卫把我爹气得不轻 他等我见功利业接他的一波 我却找了一个闲拆消磨时间 朝中人几乎都人认为 除非我能像当年我爹那样 再把圣上从火海里背出来一次 否则路加道我这只怕是要加道中落了 对此我并不在意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弄自由出入宫门 找到那个叫袁金夏的姑娘 可是圣上在西院其中得势者是太监 亲军护卫是无权无视的闲散人员 都要仰仗在撕射间的鼻息下 我即便在宫中也不能自由行走 几乎日复一日地巡视站岗 风雨无阻 进宫几个月 等我打听到那姑娘再换衣局 匆匆寻去十人已经被调进玉膳房了 可是每日出入玉膳房和各宫的宫女都不一样 我只能趁着巡视间隙小心地找 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打听寻找 因为圣上虽然在西院 可后宫还是天子的后宫 此事若被有心人利用去 我怕牵连至他 扣一顶淫乱后宫的帽子只怕难以脱身 但身宫寂寞难耐 天高皇帝远地在看似 宫归森严之下人欲也会开始涌动 亲军护卫里时常有人半夜而出 在一席香粉而归 也时常有宫女太监私通取乐 白日巡视时 总会有宫女从身旁经过 没多半会便又会急匆匆 蛇身回来寻找簪子荷包 我捡到过几回 知道其寓意便都丢进了火炉里 亲军护卫里的其他人都笑我 说我不解美人意 我不理会他们 仍旧专心地找那个帮藏在人海里小姑娘 却没注意到 那个小姑娘藏在了那些处心积虑 接近我的宫女之中 她和其他宫女一样汉手 经过亲军护卫时会偷偷抬头看我 会在我身边故意丢下簪子 荷包再回来找 只是我都未曾理会她 直到中秋那夜的角楼 适逢中秋 圣上虽不在宫中 可各宫娘娘贵妃都在自事 少不了一番庆贺 私竹庆贺声 一直闹害时将歇 我提着宫灯沿着宫道 巡视至角楼下 皎洁的月色一支白瓷酒杯 沿着宫墙微斗的斜坡 叮叮当当滚下来 我知道角楼红墙后藏了人 也预想过走上去会瞧见什么光景 可我还是沿着台阶 一步一步走了上去 只是昏黄的烛光照亮的 不是私会的侍卫宫女 而是一个微醺的小姑娘 她身上罩着竹青色的披风 瞧见有人来了 像兔子一样的往衣服里缩了缩 一挥一白把身边的酒壶都盖住 好像墙角滚落的那支酒杯 风中的酒气与她毫无干系一般 怎么喝酒了 我提着灯照亮她圆润的小脸 一双水润的杏眸带着酒气微微一扇 合眼安静了两酒 呼得抱住我的腿乖巧地摇头 没有 不知是自觉慌扯得太荒诞 还是如何 那人摇了摇头哼唧道 就一点点 不要告诉我娘哈她的动作有些大 掀翻了衣服下的酒壶 近视了裙摆一点点的晕染开 我认得她一个总是躲在宫墙后 偷偷看我的小宫女 在我脚下丢过荷包 簪子 今日又玩什么把戏 我冷笑道 提着她的衣领像拎帽一样 把她低溜起来放在扶栏上坐着 这些丢荷包 制造偶遇的伎俩我知道 也能理解 她们这些弱女子 如此也不过是想找一个衣棒 在这身公公妃 太监 是为谁都有可能手握权势 没有衣服我不犯人 也必然有人来犯我 陆大人 你果然是一个愣头青 那姑娘摇头晃脑拽住我的衣服 眯着眼睛一直在笑 贼贼兮兮地趴在我耳边小声道 陆一 你果真和方大哥说的一样 呆头呆脑的 耳边的姑娘准确地说出我的名字 还有阿德 我心头一震 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你是谁 你认识阿德 你 你是袁金夏 那人重重地点头 理所当然地大拍胸脯 如假包换 你 我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有些惊喜 也有些怅然 一直在找的人 原来就在我身边 陆一 你找我做什么 袁金夏轻轻打了一个酒格 又往我眼前凑了凑 盯着我好一半 想才哼唧又道 不过你真的和方大哥说的一样好看 你看看这眉 这眼 还这 这 我不知道这姑娘是不是真的醉了 她趴在我的肩膀上伸出手指 像点平泥人一般淋着我的眉眼 我有些慌乱不知 应该去思考她话中的意思 还是应该推开作乱的人 她软得 像只猫一样 挂在我身上 我只能微微推开她 扶着她薛兽的肩膀正色问她 袁金夏 你认识阿德 她是什么人 她究竟是不是锦衣卫 她听见我的话 微微一笑 狡黠地弯了弯眉眼朝我 颇为神秘的招手让我靠近些 大人 我悄悄告诉你哦 呃 半醉的人深吸一口 定眼看了我一瞬 大人 我不认识什么锦衣卫 但是大人 你 你真的长得很好看 袁金夏不知怎么 从扶栏上栽下来 我只能手急眼快地捞住她 带进怀里 那人伴坐在扶栏上 一手撑在我的胸膛探了身过 唇毫无征兆地落在我的嘴角 带着酒气 带着灼热的呼吸 我一下置住呼吸愣在当下 忘了推开她 呼吸间都是她女儿家的心香 我有些心愿意马 不自觉咽了咽口水 像夏日饮冰那般 损了一下她的唇 哼 可惜是个傻子 我脑子上在惊害自己 做出如此梦浪之举时 袁金夏小声的嘀咕 手一下湿了力气栽进我的怀里 我没扶住她人 碰得摔在地下晕了过去 我不知道她是装的 还是真的晕了过去 总之我换不醒她了 袁金夏 你 醒醒 你没事吧 我抱着她 轻轻拍她的脸毫无反应 于是那夜 我第一次没有归宿